接下来是一则观光休闲的活动讯息 为了要鼓励民众能够走出户外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趁着陆秋之际 推荐了六条的登山步道 并且依照难度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青纸级 硬汉级 还有勇者级 像是新店的石头山步道 就是属于青纸级 如果你的体力比较好一点的话呢 观光旅游局表示 在9月28号将要举办硬汉成年礼 几千人登山的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挑战看看 新北市政府即夏季 推出四条登山路线后 趁着秋高气爽 再度推荐较具挑战性的六条登山步道 并且贴心的为大家区分 青纸级 硬汉级 与勇者级 让大家可以依照难度 挑战自己的耐力与脚力 青纸的 我们这次是找了新店 然后跟双溪 这个有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那这个硬汉的呢 我们找了五谷跟汐止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对区位的分布呢 其实都有考量 但是呢真的是硬汉的 那就非得呢 这个到我们平溪跟对方 青纸级步道包括了双溪的 一线山步道 汉兴殿的石头山步道 硬汉级的则有五谷观音山的 硬汉岭步道 以及汐止的内沟山步道 另外勇者级的则是瑞芳的 小粗坑步道 与平溪的五分山步道 记者会上邀请了知名部落客 肉汝和行脚节目主持人 麦绝明 一同来分享他们的登山经验 新店的石头山 它标高大概是221公尺 那台北101是508公尺 但是这一条上去的景色 完全不输台北101看到的景色 它上去大概只要30分钟的路程 然后沿途木沾到设施非常的完善 山顶的时候的那个视野是非常棒 看整个淡水河口台北盆地 还有整个群山非常棒 那尤其我觉得有一个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到了山顶会有一个硬汉碑 那一个牌坊 那牌坊会有写就是走路要找南路走 挑担要减重担挑 这种承担的硬汉的精神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来学习的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为了鼓励年轻学子踏出户外 特别在9月28号举办硬汉成年礼 继千人登山活动 其中16到18岁学生报名者 还可以获得成年礼登顶正名一张 知名艺人莎莎也特地透过VCR 号召大家一起来登山 不登硬汉 非硬汉 登峰造极 创不发 好的 9月28日上午8点整 观音山游客中心前的广场 硬汉成年礼 千人登山活动 我们不见不散哦 记者杨榜友赵方琦 新北市采访报道